美国主流的病毒株XBB.1.5扣关国门 上个月有一名从加拿大返台的20多岁本国籍男子 被验出是国内首例 感染了XBB.1.5变异株的境外一路个案 工卫专家陈秀希分析 这个病毒株是具有高传播力还有免疫逃脱的特性 虽然造成中重症的几率没有明显增加 但如果进入社区还是有可能会造成小波流行 另外指挥中心统计 目前国内又有四成的人口被通报染疫 但是另外大约还有两到三成的人口是确诊黑数 因此实际染疫的人口至少破六成 换算人口数大约是1400万人 正当防疫措施逐步解封之际 国内首度验出感染XBB.1.5变异株的境外移入个案 传播力很强的变异株扣关国门 这是一名加拿大返台的20多岁本国籍男性 入境时就有流鼻水肌肉酸痛的症状 采检后确诊 基因定序也确认是感染XBB.1.5 这个病毒过去在美东地区快速传播 更是现在美国主流的病毒株 虽然传播力更强但并没有造成重症或住院率增加 是否会对台湾的疫情造成新的威胁 强调高风险脆弱族还是不能轻忽 而6号公布新增1.6万例本土个案 目前确诊个案中已感染BA.2.75病毒株占了65% 指挥中心预估接下来还可能会持续扩大 指挥官网必胜也首度指出 目前国内有通报的染疫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四成 但指挥中心推估实际染疫人口可能有六成以上 也就是大约二到三成的确诊者是疫情黑数 确诊的黑数 这个我想在世界各国都有通报的这个定义 这个方式 疫情的这个眼镜所造成 既有真正的自然感染完之后的保护力 加上一点点双加疫苗 到外台湾的涉及免疫保护力 大概在55%左右 群体免疫我们希望能够达到70%以上 专家忧心除了国内群体免疫力还不够高 现在专责病房和专责加护病房的收治率 也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 室内口罩令想要松绑 恐怕还得再等等 记者综合报道